一位酒精商场的创业老司机 关注我 每天分享一点财富干货 让你的人生少走完路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2021年全国十大黄金行业排行榜一出炉 那公务员几乎快要垫底了 看看你被边缘化了吗 底十米 事业单位 事业单位从总体上来说 它的整体待遇水平 还是要略低于国家公务员的 那虽然说这项职业也是铁饭碗 但是呢 还是被排在了最后一位 第九名 教师 现在的教师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项职业 我有挺多同学毕业以后就从事的教育行业 国家高层会议也多次明确表示 教师的薪资不得低于当地国家公务员的薪资水平 那目前教师职业被排在了十大黄金行业当中的第九位 第八名 公务员 公务员一直都是大家眼中的铁饭碗 这个无需过多的解释 但是随着国家现在对公务员各项的要求和法律的规定 那目前在人们的心中并非是最优质的职业了 那目前被排在了第八位 快要垫底了 第七名 国有银行 2019年世界500强排行榜当中就显示 中国有11家银行进入到了世界500强之列 而在众多银行当中 国有的四大银行 中 农 工 建 他们又是最赚钱的银行 所以呢 这些国有银行的员工 他们的薪资待遇是不会低于其他外企的 是名副其实的铁饭碗 目前被排在了第七位 第六名 三大运营商 在中国三大运营商 移动 联通 电信 几乎垄断了所有的移动通讯 那中国14亿人口 庞大的用户基数 你说他们能不赚钱吗 那当然 他们正是员工的薪资待遇 肯定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目前被排到了第六位 第五名 国家电网 国家电网作为垄断性质的企业 福利在某些情况下 比公务员还要高 那当然 工资肯定也会比公务员要高 那目前被排在了第五名 第四名 中国烟草 中国烟草是暴力行业 也是中国纳税大行业 那当然 成为其正式员工以后 他们的薪资待遇 比公务员要多出好几千元 那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目前被排在了第四位 第三名 高校教师 2020年失业单位被改革 高校教师编制被打破 变成聘用合同制以后 对于高校教师来说 更多的是福利 那最近 深圳一所中学的教师队伍当中 博士学历老师的就超过四成 他们的联薪达到40多万元 150多天的假期 还有两房一厅的公产房 这些待遇 让他们排在第三位 那也是无可厚非了 第二名 医院医生 2020年 事业单位改革身份被打破以后 在政策层面上 是允许医生私自开诊所的 那试想一下 没有人和医生去讨价还价吧 那看看这次疫情我们就知道了 他们不但有价值 还有的就是对人类的贡献 那目前被排在了第二位 第一名 军队文职 军队文职招考是最近这几年才兴起的编制工作 就要考入军队文职工作岗位以后 各项的工资待遇都是参照同级别军官来执行的 这才是王者归来十大黄金行业当中的第一位 在听完以上十大黄金行业排行榜以后 我们需要思考以下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读书的重要性 那就是以上没有哪一个行业不要求学历的 不读好书还真的连个福利好一点的单位啊 我们都没有机会进 那看看当下这些商界的大佬 他们的学历以后 我们就会幡然醒悟多读书的重要性了 搜狐的张朝阳 8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 刘强东是苏签高考状元 雷军是湖北省武汉市的高考状元 李彦宏是山西省杨泉市的高考状元 海归的硕士 史玉柱是1980年全线的高考状元 太多了举不胜举 我想此刻又有很多人会拿马云来说事了 说马云高考时数学还不只考了一分 他不也照样成为了互联网电商界的教父吗 赚的是盆满钵满 你说的这点最多只能说明他偏科而已啊 但不能否定他的超强学习能力 试想一下他能有这么牛的英语水平 以及具有这么强的口才表达能力 以及说服能力 这全国又有几个人呢 所以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读好书 那么就培养我们的孩子好好的去读书吧 读书可以让我们有更高的起点 有更大的平台 有更强的续航力 第二 边缘行业求发展 很多人此时会说 以上这十大黄金行业 我连边都站不上 一进不了 二做不了 那我还要活吗 这正是我想告诉大家的第二个观点 那就是边缘行业求发展 以上这十大行业 基本上不是垄断 就是国企 我们普通人还真的就做不了 那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来说 所有的暴力行业都是被写进了刑罚里边 那难道我们当下这些穷人就没有机会了吗 错 我们要学会缝隙生存法则 那就是寻找市场当中的缝隙 寻找市场当中的边缘化去发展 那中国14亿人口 每一个点的市场都足够巨大 那再者说 中国现在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 会迸发出更多的商业机会 刘强东刚开始就是推着三人车卖光盘的小商贩 马化腾刚开始也就是个小程序员 做着被人所唾弃的游戏 马云更是在到处的招摇撞骗 忽悠大家去网上买东西的小骗子 所以我们不要怨声载道 与其宁愿陷于摩拳擦掌去钻法律的空子 去打市场的擦边球 倒不如退而结往 去寻找市场当中的缝隙机会 边缘机会 然后呢 再去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 2021年 全国十大黄金行业排号码当中 你是否被边缘化了呢 说说你的想法吧 那今天 是否被人所唾弃的